好,那我开始了,那个我今天主题是SBTK最佳实践,就是我们在阿里云存储五年眼镜所学到的一些经验教训 那么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篇,这个主题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些什么东西 那其实经过对社区的一些观察发现大家经常会问的一些问题 但是社区里面又没有相关的一些介绍的时候,所以我把这些做了一个整理分类 主要会分为四大类,一个是说怎么去把SBTK集成到你的那个系统里面 第二的话就是在SBTK管理的一些存储设备上我们怎么去跟他去进行一些通信和交流 那第三的话就是在真正的大规模场景使用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解决一些快速的一些热身级恢复,还有他的那个数据一致性的问题 那么第四的话就是怎么在SBTK的系统上,怎么基于SBTK继续去做一些新的创新 OK,那先介绍一下我们团队,那我们团队是阿里云快存储团队 那主要是对ECS服务器去提供一些快级别的一些存储 那么我们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整个的本地盘,第二类的话是盘固 那本地盘和盘固,第二类的话就是那个EBS云盘 那么它来的区别的话,本地盘就会,本地盘的那个物理硬件会直接插在计算节点上 我们通过本地会直接去访问这些硬件 那么EBS的话会通过一些分布式的快存储协议 然后去把它打散到多个存储节点上 那么右边这幅图的话是我们最近几年在基于SBTK上去所做的一些创新 那它不仅包括了本地盘,也包括了云盘 像我们本地盘存储I2和S,以及第二和第三 还有我们的那个EBS云盘,包括高效云盘,还有ESD 其实都使用了很多SBTK的一些基础库在上面去做一次创新 那我们主要与所用到的一些东西,包括像Vhost,SKC,MME 还有一些缓存相关的一些技术,包括那个OCF还有CASO OK,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经常会问到,经常会看到一些同学在群里边问 当你真正的去把一些SBTK东西集成到他自己的环境上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所以我们把SBTK其实看作两类东西 那么第一类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基础的库 那它提供了包括NME,Vhost,FTL,Cache,所有的一些模块 那么当你需要去把SBTK集成到你的系统里面的时候 那你只需要其实在你需要的一些地方把你所需要依赖SBTK地方放到你对应的那个软件站里面 然后去把它编译到你的环境里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它就像你去做一个乐高一样 它去把所有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模块都有了 那你只需要挑出你需要的一些模块放到你的那个整个的系统里面把它去做一个集成 那比如说右面这幅图是我们之前的一个使用SBTK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块 就是我们在整个VM去访问本地盘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Cache模块 Cache模块的话是通过本地的一个SD去加速远端的云盘 那么其实在这里的话只用到了SBTK的NME模块 能够让它在用户台直接去访问本地的NME SD 而绕过内核所提供的AIO这些接口 那其实我们在这块的话其实只需要很简单的你去做一个这些投文件 还有你的那个所需要的这个静态库的一些路径 然后把这块整体的一些静态库编译到你的环境里面就可以了 那当然在你访问盘的这个地方要改成SBTK的接口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案例 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 然后第二把第二块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把SBTK看成一个 一个应用的一个框架 它提供了很多包括一些大业的管理了 还有一些Polling的一些线程模型了这些东西 然后呢它基于这个框架的话 其实给了不少一些应用的案例 那其实针对这种情况的话 那如果说你要用SBTK去构建一个自己的应用的话 那其实可以选择你需要的一些模块 然后基于SBTK的这个APP framework直接去把对应的模块拉起来 这个就好像你去有一个乐高 其实它都帮你已经拼好了 那你只是要选出你自己所需要的那几个模块就好了 比如说像这里面 那这里我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本地盘就去使用SBTK的那个Wihost加NAMI 驱动的时候的一个案例 那其实在整个我们去启动SBTK的APP framework的时候 会把整个NAMI模块拉起来 会把B-DAM模块拉起来 最后去创建一个Wihost controller 然后再去让虚拟机去连接 所以这一套流程其实SBTK已经提供了 你只需要把它拉起来即可 那这个是一个把SBTK作为整体的应用来使用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第二的话就是要分享一些 就是SBTK所管理的一些存储设备 我们怎么去跟它去交互 那么对于SBTK的话 大家知道在内核里面所有提供的工具 包括一些NAMI CLI 还有它的IoState 还有一些Block Trace 其实它这些都是通过系统调用 去跟内核的快设备去交互 把所有的信息拿到 那么当当前的快设备不在内核管理的时候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快设备所有的信息去拿到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把它分为两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Io的一些信息 包括比如说像NAMIoState 你整个那个你的延迟还有LPS多少 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Smart Log 就当你真正去把SBTK用到一个大规模的系统装中的时候 盘故障是经常会发生的 所以要通过一些Smart Log工具把盘内部真正的一些Smart的日誌都提取出来 那么这些都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那么我们把这些称为管控面的一些接口 它其实的话对时效性不是很高 但是呢必须要有一个通道能够打通你这个信息后期的渠道 那么至于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构建了一个RPC的一个Server Cloud的一个模型 所以整个SBTK的一些APP启动的时候 它会去创建一个RPC的Server 然后去监听我们所有提前订阅好的一些事件 包括就比如说我上面列去的这些 然后当你真正的需要的时候 比如说像IoState或者Smart Log 那我们去通过一个Admin的工具去把相关的指令发给SBTK的Server 然后它去把这些真正的信息 不管是从它内存里边所记录的一些Block信息 还是说从盘上去发L 把它的那个Smart Log的一些东西读出来 然后再把这些信息返回给我们的一个Admin的工具 这样的话就会达成了一个你有一个比较高效的通道 那么你需要的任何东西其实都可以去往里面加 达到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状态 然后然后的话那个第二块的话 其实就是一些一些Io的信息 那么我们知道在内核的快设备下 其实多个进程之间是可以共享一个一个快设备的 那么在SBTK情况下的话 其实只有一个进程在去管理我们当前的一个快设备的一个访问 那这种时候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场景 你有另外一个进程需要访问当前的一个SBTK所管理的一些快设备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场景的话 就是我们的虚拟机的一个热迁仪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虚拟机热迁仪的服务需要把当前本地盘里面所有的一些Io的数据都读出来 那同时的话我们又不能够影响用户正在读写的一个Io流 那么基于这种的话我们提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基于VirtNYME的一个共享机制 那那为什么叫VirtNYME呢 还是我们最初的设想的话 就是它两个进程之间的交互能够通过像NYME QPair一样去做一些处理 但是呢我们所需要处理的一些Io请求又比较简单 比如说一些读写 你可能就会给一些读写的buffer 包括它的offset还有它的size就够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把它command里边的一些结构去做了一些改造 你不需要去用一些什么prp 还有一些sgl的这些协议去处理那些比较复杂的外面请求 那么只需要构建一个简单的一个Iocommand 那么然后呢在主进程启动的时候 会把我们所有当前所需要访问的一些词盘 都给它去建立一个这个VirtNYME的一个QPair的一个通道 然后呢那个我们做migration的server的话 就可以通过以此进程的方式去attach到所有的这些共享的一些QPair 包括我们用dpkdk去实现了一个共享的memory pool 那这样的话它可以以NYME的一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模型去给我们QPair里面去放入一些request 然后sktk这边的话再去做一些request处理 然后最后再通知到那个migrationserver这边 然后呢对于那个target这端你要迁移的时候 其实也是利用了同样的同样的一个一个机制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两个进程之间的一些高效的一些通信 并且这个里面我们对所有的IO请求是没有任何那IO的一个拷贝的 所以它整体的效率会特别高 然后第三个是第三个要讨论的点的话 就是当你用SBTK去集成到你的系统里面的时候 怎么去做快速的恢复像升级热升级这种场景 还有它的那个一致性的问题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个事情特别重要呢 就是说在一些大规模的一些场景中的话 其实你意外的一些crash还有软件的热升级 其实基本上就是频率会很高的 那么当你的机器数量到达了20万30万升级更高的时候 即使这个触发的几率比较低 那么你也会遇到很多机器会发生一个重启 那么如果说这个重启的时候 你的这个恢复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那么意味着用户的这个IO就会被受到影响 那么大批量的用户如果说发生了一些批量的一些slowIO 或者一些焊IO的话 那其实对云计算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故障 第二的话就是它的那个数据可靠性 那即使你的数据在升级的过程中 它丢失的概率特别特别小 但是只要有这个概率在的话 当你的集群规模到达一定的数量 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那么首先看一下我们怎么去解决它的这个IO downtime时间 通过这个的话 我们其实提出了一个叫master sleeve的一个机制 那么它最简单的思想的话 就是说让这个master进程去处置化所有的需要的一些基础的资源 然后让这个master进程 它保持几乎是特别简单的一个 它它只需要出售好一些资源 它不需要给用户去提供任何的服务 那么我们的slave进程的话 就是给用户真正提供IO服务的进程 当它去提的启动的时候 把这些所有已经出售好的资源 通过secondary进程的一些模式 把它全部直接拿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 当你未来去做热升级的时候 你只需要升级你的slave进程就可以了 用master进程是永远不动的 那么升级slave进程的话 你只需要每次去做一个attach动作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基本的出售化 master进程去出售化的时候 他要去出售化memory pool 他要去出售化mme 还有一些vfl的一些系统调用 这些加起来的话 包括有一些系统调用 其实它是根据盘的个数去成正比的 所以它整个下来的话 我们去测了一下 比如你有16个mme sd的话 大概就要12秒左右 这个是不能去接受的 所以我们当用了这个master和slave机制之后的话 那么所有的这些12秒 只需要在第一次我们去部署这个物理机器的时候 把它出售化好就可以了 后面slave每次去attach 其实它只需要将近500毫秒左右 那么这样的话 意味着其实你整个的热身机 包括它进程crash 对用户的一些io的downtime影响 其实是小于一秒的 远远小于我们之前的这个12秒 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设计细节 那就是说master这边花会把所有的一些模块的出售化好 包括memory pool 还有它的那个vme 还有它的vfl的一些出售化 那么这个绿色的部分是共享内存的部分 那么slave去启动的时候 把这些部分直接attach过来 那么它就可以去直接去用了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 当你去做一些维修的时候 比如说哪个mme盘它故障了 你需要把它热插把下来去做一些维修 那这个时候的话slave进程会通过那个rpc的控制名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rpc的请求 会给master去发一个事件 master把那个mme盘提下来就行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既可以达到你的高效的恢复 又可以达到对磁盘故障的时候 其实你的处理方式没有变得那么复杂 所以这块的话解决了我们很多热身机所带来的问题 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当你去热身机到可能会影响这个数据 数据一致性 那么我们是怎么解决它呢 我们去提出了一个跨进程的一个journal的一个形式 那么仔细来看一下 就是说 vhostmme盘的话 它其实用了一个共享的qpair 那么guessOS它去维护sqtel和cq的head 那么vhost的话其实维护了sq的head跟cq的head 那么如果说你的vhost进程crush了之后 那么所有sqhead和cqtel的这些信息可能就丢失了 那第二的话就是有一些inflat的IO 它其实并没有处理完 那这些inflat的IO可能也会丢失了 那么这边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边是nmeqpair 它sq和cq的一些处理模型 那我们看到inme的qpair处理的形式 它其实是一个乱续执行的 那就是说当你去guess去下发一个IO 给vhostmme的时候 那么vhostmme再发到盘上 然后盘处理完了之后再返回给guess 那返回的顺序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guess发了一个12344个command下来 那回的时候就可能变成了4321 但是呢外面协议去处理这个qpair的时候 它有一个默认的机制 就是说你的IO请求只要回来了一个 那我就认为我下发的IO 你至少拿走了一个 所以我就会可以把我下发的那些IO 我就可以多覆盖一个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4回来了 但是1还没有回来 那么guess认为你已经拿走了一个 所以他就把你的1去覆盖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重启的话 那么1的那个command 其实就已经被覆盖掉了 是拿不到的 那么基于这个的话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跨进程的一个journal的形式 那么他所维护的一些信息 主要是一个在vhost这边去维护一个sqtel 和cqhat的一些信息 放到了我们的共享内存的文件里面 当我们第二次去启动的时候 新的进程能够把老的进程所维护的这些信息 都能够attach过来 能够访问到之前的那个crash 或者是升级之前的那个状态 那第二的话就是为了解决刚刚所说的那种场景 我们去引入了一个bitmap 去记录所有的一些inflatIO 可以看这边 每个qpair它有一个跨界的journal 那么这个journal里边的话会记录 通过bitmap记录我们当前所有inflatIO 当gast去下发vhost拿走之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IO记在里边 而当它真正的完成之后 我们才会把它置为失效 然后呢当我们去crash之后 在恢复的时候 我们会去便利所有的journal里面 在crash之前inflatIO 去把这些IO去做一个重放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掉 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其实它最难的点的话 就是你去更新journal的这些信息的时候 包括它的sqtel cqhead 还有state 包括idbitmap这些的话 你要保证更新的所有的这些信息 都是原子操作的 否则的话可能会遇到一种极端的现象 就是你可能把它的command 已经记得过来了 但是你的cqhead跟sqtel 还没有去更新 这个时候如果进程挂的话 那其实你当前的这个journal的话 它的一个一致性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基于这个的话 我们参考文件系统和数据库的一个 事物性的transaction 去引入了一个transaction 去保证它所有的这些更新 都是能够保证它的原子性 那这块的话我就不展开讲了 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在2020年 在ATC的那个论文里面 发表了一些描述 那之前我们那个论文是基于 Virtile Block协议去做的 那么转换到了这个Vhose VME的话 其实它整个的那个transaction机制 会有所变化 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其实是一样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 怎么再基于sbtk 去做一些新的创新 那么由于时间的问题 我这边不展开讲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明天我其他的一些同学所做的一些分享 那我们针对当前的一个一些QLC的一些问题 跟Intel这边去合作 去做了一个Cloud Storage Acceleration Layer 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解决QLC所面临的一切 包括它的一些写的一些性能问题 还有它的寿命的问题 那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基于那个sbtk去构建了 我们下一代本地盘i4实力 那这个的话是基于我们阿里自己的CIPU 去做的一个 软硬件结合的一个Code Design 那这个的话可以看关注一下 明天我们组的同事赛赛的一些分享 OK